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2天 俄军持续围攻乌国的主要城市 不过俄军进展有限 在南部尼古拉耶夫的炮兵阵地 遭乌军歼灭袭击 多台俄军的装甲车辆被俘虏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乌军反抗重创俄军 并一路反攻到俄乌的边境 而在基辅北方 没有动进了俄军的车队 原来是被乌军袭击 俄军只能赶快就地取材 帮卡车装上木头装甲 但这样的做法挡得住炮弹吗 在空军方面 乌军防空战战果丰硕 前天单日乌军就击落 九架俄军的战机 多名飞行员是被俘虏 乌克兰声称 有88架的俄国军机被击毁 这让外界就非常好奇了 乌克兰为什么能够击落 这么多的俄罗斯军机呢 而且几乎都是由影片为证 甚至有网友质疑 这画面拍得太好了 这乌克兰空军 哪时候变那么强呢 不过乌克兰情势依然危急 俄军正准备全面的进攻机辅 靠近机辅的文尼查国际机场 被完全摧毁 乌克兰各大城也被俄军 炸得面目全非 普丁还放话北约 你们如果收留乌克兰的军机 西方制裁 还有划舍禁飞区等 通通视同参战 还威胁乌克兰 再顽强抵抗 国家将不复存在 以色列总理会见普丁之后 就透露了 俄国知道泽连斯基藏在哪 企图活捉 这是真的吗 而且就跟乌克兰一名谈判代表 被枪决是有关系的吗 普丁在前天突然找来 俄罗斯航空的空姐对谈 不再是隔着长桌了 而是近距离的面对面 还以流浪狗来比喻 顿巴斯分离地区的人民 无辜遭到杀害 普丁是把人民当成流浪狗吗 那他给俄军吃什么东西呢 狗粮吗 有人就开箱俄军的粮食包 试吃完之后就说了 难怪士气会低落 阿兵哥会饿到去抢超市 那现在俄罗斯找不到阿兵哥吗 为什么俄国的警察也被调去打仗呢 五名俄军竟然是搭着电梯 想到楼顶 结果被乌军断电卡在半空中 还有这空降军全被歼灭 俄军的战力是否被高估了 俄军一百人去 仅四个人活吗 传出俄国的国防部长 可能会被换掉吗 最新局势发展建议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现在要来宾 首先是贝易少将于北辰将军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中将二代二 再是国民党桃源市议黄建平 中将大家平安 资论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关心 恶物战争的最新发展 炮火划过乌国中西部 文尼查机场 乌尔持续交锋 俄军加码打击 乌国武艺 基辅当局证实 境内空军重要据点 文尼查机场 被俄军炮火摧毁 基辅遭俄军包抄 引发外界担忧 首都不保 不过CNN军事专家分析 就算没有后勤支援 基辅还能再撑个几天 俄军现已攻下乌国南边 赫尔松 海滨城镇 马里乌波尔也岌岌可为 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俄军下一个攻打地点 就是黑海港都奥德萨 美军透露俄国打算 派千名佣兵到乌国 炸毁城市 乌国外长则称 有近两万名外国志愿军 报名为乌国而战 俄军想要迅速打垮乌国 完成任务恐怕不容易 好 俄乌战争进行到第12天 现在最新的进展 其实在昨天 战事是有稍微减缓 但是在前天 似乎是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 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还有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看起来是都有大型的会战 那乌克兰方面 现在是说了 俄军正准备全面进攻基辅 要先提到证号 现在俄罗斯是准备卷土重来 对乌克兰来说 现在是岌岌可危吗 没有错 因为我们之前就讲 因为俄罗斯打这场战 它其实是有分两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说 如果可以快速把基辅 跟整个乌克兰吃下来的话 成立伪政权 成立伪政权的话 那这个东西对普京来说 就安全下装 72小时之内变成既定事实 可是问题是乌克兰真的能打 乌克兰我们之前就讲过 乌克兰其实是有美军在里面训练的 训练完后包含美智武器刺针标枪等等 真的把俄罗斯打回去 可是呢因为我之前也讲 俄罗斯传统打仗 它是分两部分 大众生战略 就是一部分 第一波是人海战略 但是它数值不见得高 可是第二波就开始真的要杀人 然后真的是打仗了 就确实现在真的 你看要打所谓基辅 要打赫额送 要打奥德萨 而赫额送现在就打下来了 那基辅跟奥德萨 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是两边重要的会战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都有关键部分 基辅打下的话 它会逼迫什么 整个南部战先跟北部战先串联在一起 因为它南部由南往北嘛 对不对 然后最后沿着聂伯河 最上面就是基辅这边 如果整个由南到北 一起串联起来的话 整个聂伯河以东 都在俄罗斯掌握之下 那这件事情对俄罗斯来说 如果可以把战场串联的话 一把手都打下来 那他就可能要流亡 就要往西乌克兰走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南北串联这个战场 可以切割 因为河也是天然的屏障 可以切割援军的部分 另外一件是打奥德萨 奥德萨奇跟赫尔松是这样 在乌克兰南边 赫尔松是一个黑海 一进去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然后在赫尔松以西是黑海 在乌克兰在黑海的 另外一个重要城市 这两个城市如果都持起来 变成是什么 乌克兰没有黑海 所有海岸线 全部都被俄罗斯持下来 那对俄罗斯来说 这场战争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战略目标就是 如果可以为俄罗斯 抢到不动港 就是冬天不会结冻的港的话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未来国立的战争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俄罗斯所有的外交策略 都是指指一件事 如何为俄罗斯寻找到不动港 因为俄罗斯的港口 几乎都是冬天就不能用 然后夏天才能用 所以整个俄罗斯 是很希望有这种不动港的 所以这些对俄罗斯来说 都有战略意义的 那很多人就问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 乌克兰是不是完蛋了 输定了 抱歉 因为双边都在出招 一开始俄罗斯用大众生战略 一开始直接菜鸟兵 虽然很多人 可是乌克兰的军队 训练尽量把他打回去 现在俄罗斯精锐来 对不对 抱歉 北约跟美军的精锐 也进去了 两万人 这件事情我先讲 因为那时候就讲 所谓的乌克兰总统 他怎么可能说 我需要有国际志愿军 然后大家志愿军就进来 确实 结果你看还真的 你看来导播我们在这边 你看这法国广播公司的新闻 美国的志愿军人 已经要去乌克兰为他战斗了 而且这个美国志愿军人 是现役美军3000人 直接退役就过去 所以这东西是不是 他们还有说用个人名义 个人名义啊 全部都个人名义啊 全部每一个人都个人名义 但这些人都是集战力 马上可以上战场 团进团出 但是个人名义 这件事情是很奇怪 然后呢 武器呢 早就在两个礼拜前 一批一批运过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变成这样 你一落地就打仗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美国或西方世界 他想的是什么东西 你俄罗实在出招 我也出招 你第一波我靠乌克兰 然后我们给他标签 给他吃针把他挡下来 第二波你的真的精锐来的时候 我西方世界 包含北约 包含英国等等 军队就进去 然后美军也进去 然后跟你大部队来会战 第三波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呢 现在他们还为普丁留一个余地 就说这些人都是以个人名义 对不对 然后也都是以志愿军的形式 所以我们有国家参战 那如果普丁因为这些人 迁入到西方世界 不管是炸弹往欧洲炸 或是炸到北约 任何一个军事集体的话 那就国家层次要对抗 普丁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嘛 所以这两边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张力拉 因为你说 虽然是有国际佣兵进去 但老实讲 乌克兰的军方也不弱啊 因为上连百里 一直没有看到大型的会战 那前天是不是有大型会战 包括在哈尔克夫跟尼古拉也 因为由影片为证嘛 那些影片看起来是 俄军的这个炮兵阵地 是几乎被见面 特别是在哈尔克夫部分 他们还一路打回到 这个俄乌边境 对 这重点就来了 然后呢 我们因为看到他僵持住之后 俄罗斯的军队 不是一直在那边等吗 对不对 然后他也绵六十几公里 可是那时候大家就判断 很奇怪 因为目前乌克兰都是首饰 对不对 就是你打我帮你打回来 你打我打回都首饰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在我们看到国际佣兵集团 介入的过程中 攻守异调 现在乌克兰开始有攻势 而且这个攻势是怎样呢 哈尔克夫一路打 他等于是因为从北边 打打打哈尔克夫 一路被打回俄乌边境 打回边境 对 乌克兰很强耶 我认为有一部分乌克兰 一部分国际佣兵 也已经到就位 国际佣兵就位 一定是先去援救 哈尔克夫跟基辅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国际佣兵 应该有已经介入在这里面 然后一万四千人 再加上千六千人 整个过去的时候 才会有转手为攻的状况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讲 俄罗斯发现 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真的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如说 我们之前不是讲 俄罗斯坦克上写个Z吗 一开始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写Z吗 后来会发现说 好像是俄罗斯的敌我辨识系统 没有搞清楚 就是说 他必须用二战实际那种土方法 就是说写个Z 然后我用眼睛看 发现是自己人 对不对 结果这件事情在今天也被证实了 这个人 这个是美国的忠孝退伍 不要看他很小 他叫亚历山大 然后温德曼 这个人不要看他很小 忠孝退伍 可是呢 他是美国国安会的欧洲事务部主任 他等于是在国安局里面的欧洲撒谎 然后他两千年二月才刚退伍 他踢爆一件事 俄罗斯军队在基辅郊区 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装甲交战 这个装甲交战是谁对谁的 有军对有军 自己人打自己人 然后打到损失九辆坦克 跟四辆步兵坦克 有没有 他通过 自家人互轰 自家人互轰 你等一下就知道 表示敌我变事性 我根本搞不清楚 看到黑影就开枪 然后呢 俄罗斯看到这个 乌克尔看到这个呢 还推文说 省了好多标枪飞弹 所以这件事情你看 他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就是整个局 俄罗斯当然在出招 可是他们训练 真的有问题 他们的军事真的有问题 连自家人都可以互轰 然后呢 美国也不断的介入的时候 你看到乌克兰转手围攻 所以这样的战争 我认为后面还有得打 是的确 我们看到这个俄军呢 在这次的乌克兰战事当中 其实有相当多的状况 是被乌克兰的全部歼灭 那也可以看出乌克兰军方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弱 要请教于将军 从前天这两场的大会战 尼古拉耶夫跟哈尔科夫当中 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 那再来就刚刚正好所提的 如果说俄罗斯的军队 可以发生那种互轰的情况下 那显然他们的问题 是不是相当大了 这当然在战场上 我们讲战场迷雾 是最容易让人家担心与害怕 就是说你透过你的通信 透过你的眼睛 你看出去的东西 其实是模糊的 因为战场迷雾非常紧张 每一个上战场的官兵 他那种紧张的情绪是亢奋的 因为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他不知道友军在哪里 他更不支援我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就讲到了 人家常说有一个叫做第四兵种 不是飞弹 叫做地形 叫做地形 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自己家里面打仗 你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从来没有去过的环境 请问你如何了解地形 这些俄罗斯士兵 进入了乌克兰境内之后 第一个他了不了解 乌克兰的地势的走向 他不了解 乌克兰百分之六十是农田 然后百分之四十是放牧地 还有山林 那哪里高哪里低呢 农田聚集在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 他放眼望去 就是一片的广园 广园后面是什么 草原后面是什么 农田后面是什么 他不知道 其实俄罗斯的状况 士兵就陷入了这个战争泥沼 就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打仗 所以我见了人就要轰 因为为什么 大家可能认为说 都已经写了这么大一个Z 或是V 难道看不到 我告诉你 真的看不到 也是看不到 看不到 在战场上 我们战车的射击的 有效距离 1600公尺 就是1.6公里 1.6公里后面 外面一台战车 从我们的瞄准镜 看出去才多大 大概跟我们的小拇指尖 这么大而已 那你怎么可以看到 那个V跟Z呢 你看不到 那你想说 那我辩证一下 到底这是敌人 还是友军 你辩证完火球就向你飞来了 因为你怕他也怕 你怕他也怕 所以箭了就打 这就是战场状况 所以说为什么要 敌我辩识系统 就是这样 你在你的雷达 你在你的整体的通信设备里面 可以告诉你 在几公里外 有多少友军 你要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在作战的时候 有一个叫战斗地径线 就是什么地方 是我的责任区 什么地方是友军 你要非常清楚 那这次俄罗斯 摆明的不清楚 因为俄罗斯进入了 这个乌克兰境内之后 他打算要打一个包围战 那早期的包围行程 就要走外线 就是我一部分是从俄罗斯 一部分从白俄罗斯进来 双全向基辅攻击 可是这两个中间的距离 大家可能说很近嘛 看那个图小小的 我告诉你多远你知道吗 超过1000公里 两边超过1000公里 因为他从两边这样进来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这是谁的部队 这是谁的部队 你根本搞不清楚 当你见了面 已经开始轰轰错了 来不及了 那也来不及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因为乌克兰的国土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当俄军从北方 东方甚至南方进来的时候 有可能就搞不清楚 到底我军到底是 散布到多么的广阔的情况 刚才正好有讲 那个地涅薄河 这样的把它贯穿 你知道地涅薄河的流域 它整个多长你知道吗 12万 12万公里啊 所以说你要贯穿有多难 因为乌克兰很大 60万平方公里以上嘛 它的东西横宽超过10万 它的南北也6万多块7万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公里哦 不是公尺哦 所以你要看看 这个乌克兰的士兵 它在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它藏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说 看不到乌克兰的士兵 看不到乌克兰的主战部队 乌克兰的主战部队 当然是藏地于九天之下 它不会让你看到 但是当你出现的时候 它就打你 然后能够让你互轰就互轰 不能互轰我就各个击破 这是乌克兰现在的做法 这个余将军 因为今天我们有最新的画面显示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军方 有释放出了一些画面 包括从空拍 看到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似乎是那种 多管型的火箭炮 这个在这个平原当中 或者说在稻田当中发射 从空中拍到 再来就是乌克兰的士兵 拿着那种 那种携带型的那种火箭炮 然后轰向俄罗斯的战车 那这些好像感觉上 都是乌克兰的军方 或者说俄罗斯军人 都可以自拍得到了 所以显然他们对于这个制空权 或者说在地面上的讯息 完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攻击跟防御最大的不同 就是攻击在明 防御在暗 因为你攻击 防俄罗斯进入了乌克兰 这个境内之后 你不知道乌克兰军队在哪里 所以我们进入战场 第一件事情 找敌军嘛 从日武生开始 对不对 单命注意 抬头观察 由左自由 由近之远 干什么 找敌军 找敌人 找目标 对 当你找不到目标 这是一件很紧张的事 我的大军开进 我在明 敌在暗 我在哪里 敌人知道 可是敌人在哪 我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那个标枪飞弹 可以射出去 还有人帮他拍 就表示他在暗 乌克兰的军事在暗 而俄罗斯的是在明 所以我可以 不但可以打出去 还可以完整的拍摄 所以你就知道 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他之所以为什么可以 以寡即重 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躲着 长于久地之下 另外我讲 就是在自己家里打仗 跟在别人家里面打仗 是完全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我在自己家里面打仗 我的兵要地形 我的丘陵地在哪里 我的山地在哪里 我的爱口在哪里 我的主要桥梁在哪里 自己很清楚 我非常清楚 哪个桥梁 他的每个支柱 可以承受多少公顿的压力 我很清楚 可是俄罗斯不知道 他有战车 经过是直接垮下去 直接桥垮 那时候说是被炸垮 不是 是被他压垮的 所以一压垮 整个俄罗斯的军队 就卡在那边 那可是乌克兰 那乌克兰怎么办 他早就找好屠射点 当你的桥一垮 早就埋伏好了 对 我就埋伏好 我从屠射点 从桥下面出来 所以这就是 明与暗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 这段时间 可能觉得说 基辅要不要死守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我觉得不要死守 我觉得不要死守 真的我是建议 乌克兰的部分 所以现在俄罗斯 是准备大军压境的 美方的资讯是说 已经95%的军力 已经要投进来了 因为不要去 轻忽敌军 就是乌克兰 千万不要轻忽俄罗斯的战力 当他大军压境 95%的战力 都围在你基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不要硬碰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 跟当年我们中日抗战 有个很像的地方 他的国土非常的广大 他不妨采用空间换取时间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劣势 是时间 他每多打一天 他就多伤痛一天 他的钱就烧掉 全世界对他的经济制裁 就越来越严重 但是对乌克兰来讲 他要每多撑一天 他的优势就多一天 很多人讲法 这跟我相反 他说乌克兰拖得越久 他越会输 完全不对 因为乌克兰的优势在空间 而且乌克兰 乌东地区 多的是丘陵与平原 尤其越靠近 那个黑海地区 都是平原 那非常好作战 但是乌克兰又有一个优势 他的境内 有两万三千条河流 每条河流 几乎都是南北走向 所以他一定要把战线 把它引诱成 由东向西打 因为越往西边 乌克兰的西边的境地 都是高山丘陵 他利于防守 只要拖过了俄罗斯的瓶颈 让他撑不下去 经济垮台 没有后勤资源 其实乌克兰即使 不要说大胜 那即使可以保住 他国家的主权 慢慢再要回来 否则你基辅被打掉 整个泽伦斯基被消灭 或者是被斩首了 那整个士气就垮台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TK 用战术 用战略 来换取最后的胜利 战争胜利者 是最后一个站在那边的 而不是第一个 举手答忧 的确 现在外界所关注的 就是俄军是要准备 卷土重来 要投入95%的军力 不过外界也好奇 之前在基辅北方的 俄军车队 排了60几公里 现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好 那也特别了解到 其实乌军队 对于这个俄军的这个车队 已经有进行了袭击 所以让这个车队 显然进度非常的缓慢 甚至是完全 停留在原地超过一个礼拜 靳平委员所了解到的 现在最近情况 美军是说 乌军对于俄军这个车队 是进行小规模的袭击 那就要了解了 为什么是小规模 为什么不是大规模的 通通把他轰炸 因为这种小规模的袭击 可以变成一种打带跑 然后也可以变成一种游击战 伏击战 或者是巷战 打城镇战跟巷战的时候 你不是要靠这个一个旅 或者是一个师 也不是一个团 你会让你的这个 众多的这个兵将 你的这个人数 暴露在那个城镇 城镇是可以保护你的 你把你的一个 比如说俄罗斯 他现在是本来说 一百三十五个 他的一个营级战术群 他就是以营级单位 或者是比营多一点的 正常的营的 这个部队的兵力 是四百到五百的边装原额 那如果是一个 营级战术群的话 一般西方北约国家的看待 是大概是差不多六百上下 那六百人 其实你也不可能说六百人 整个像以前 我们看到的这个 二次大战的战争片 不管是德军 纳粹的军队 或是盟军 然后一大堆坦克车 前面一大堆步兵 跟军车和装甲车 后面就一大堆 这个步兵跟其他的装甲车辆 然后你开进了这个城镇 站 你就很容易被伏击 然后而且很容易 没有办法到广 广阔的一个这个地方 进行一种会师 那你就会变成处处展现 你的弱点 美军在当初这个 非洲的时候 摩加迪修 记不记得 当时就算是精锐的 这个他们的黑鹰部队 或者是他们的 这个美军的特种部队 到了这个摩加迪修的时候呢 他进去那个地方 非洲的那个地方 他的这个建筑物 都是两三层楼高 然后民房这样子 然后整个巷道 马上就被那个 非洲的武装民兵 这个给伏击 就算是再强大了 这个美军 他的特种部队 他也会碰到这种状况 不要忘记 俄罗斯的前身 前苏联 上一个摘跟斗的地方 近的不说 这个什么 这个克里米亚 或者是乔治亚 或车臣 这几次的俄罗斯 有参与的战事 就不讲 我一讲他的这个前身 像帝国般的前苏联 当时摘在了一个 他的前苏联的苏联墳场 就是在阿富汗 阿富汗是几乎很多地方 没有什么 避无可避的地方 他都是光秃秃的 一些丘陵跟山地 然后还是可以 让他们的这个 进行打游击战 打游击战跟丛林战 最有名的就是在 这个越共的战场 在越南 越南的丛林多 所以当年美军 打那边的时候 为什么吃足了苦头 到后来打了这个 这么多年的越战 狼狈的撤出中南半岛 同样的在这个阿富汗 前苏联也是一样 坦克大军 碰到了这个山谷 河谷 然后那个地形 他一样找不到阿富汗 当时抵抗他的这个游击队 虽然说阿富汗的这个军队 当时有美国在后面的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军备的奥援 然后还有特种部队的资源 可是这个情况就不就像现在的乌克兰吗 我的意思是说 美军一样现在在乌克兰的后方 他提供他的一个资源 资源 军备 然后甚至有志愿军的投入 包括现在美国军队 就有这个三千 美国的这个民间 就有三千个人要投入这个国际资源 这个去打这个乌克兰 去打俄罗斯 所以美国的角色 在当年阿富汗 他之于现在2022年的这个乌克兰 他一样可以提供 源源不绝的这个军备 他的一个援助 然后呢 阿富汗这个地形又不能跟乌克兰比 刚刚为什么讲到说 这个前苏联跟现在俄罗斯一样 他所依赖的陆路战争 就是在打这个陆地上的战争 他靠的是什么 他靠的是他的这个炮兵部队 还有靠的是他的这个装甲部队 坦克大军 坦克大军很重要 他的一些这个装甲车 他的这个战车 不管是T72 T80 T90 这些往前推进 还有他的这个火箭的 这个火箭弹的发射系统 都要往前推进 还有他的防空飞弹系统 所以我也认为说 以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广大的国土面积的乌克兰 你现在其实当时 泽连斯基他曾经在战事开打 俄罗斯一跨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境里面 他们去入侵他们的时候 泽连斯基就有讲到 而且西方的国家 为什么要把这个他的首都 他的那个首都里 那个驻大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馆 牵到了利维夫 就是因为当时 泽连斯基跟西方的各个国家元首 在通电的时候 也有联络到 说是不是就用空间换取时间 把这个基辅的部分的行政中心 行政的这个还有一些枢纽 移到了这个利维夫 那进可攻退可守 那现在乌西应该说 刚刚讲蒂涅伯河 也就涅伯河的西边 乌西一大部分 应该是超过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俄罗斯的军队都根本无暇顾及那边 所以没有办法打到那边 他现在还是很想围基辅 他把基辅陷陷入成一座孤城 为什么大家看 基辅是象征嘛 首都嘛 南亚首都那等同亡国 而且当时 当时在新元九世纪的时候 就是基辅罗斯的这个开始的 这个发源地啊 那所以他一定要先拿下基辅 那为什么你看到昨天 昨天他的这个这个什么 没有什么战过 然后部队也没有往前推进 昨天没什么战事嘛 对没有什么战事 然后乌克兰都是整军 然后都开始也是调整一下 那俄罗斯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但是他飞弹照轰 他的这个战斗机照飞 照丢空对地的炸弹 但是他没有大规模的部队往前挺进 只有几个可能被他这个打下来的 一些赫尔松这些地方 他就是装甲车到市区绕境 然后还被乌克兰的人呛呛 跳到他的这个俄罗斯的装甲车上 挥着乌克兰的国旗 这对乌克兰的民心士气来说 是非常有鼓舞的作用 你们这个就是入侵者 然后我们绝对不会屈服你 虽然俄罗斯的部队 他们根本毫无王法的 对这些 这也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公司 对这些民众 就是无差别的开枪 然后还有民众 腿部都中弹了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 这个挽救说 俄罗斯军队 他已经陷入了乌克兰整个国家 全国战场上的泥沼 因为呢 刚刚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说 乌克兰军队可以采取那种 不正面的这个遭遇战争 我可以打带跑 我可以游击战 我三两个 我拿着赤箏背弹 我拿着这个标枪背弹 我拿着其他反装甲 反坦克武器 或者是拿着这个防空的这个武器 单兵西形式的 我就可以躲到建筑物里面 或躲到矮树丛里面 然后打了 射后不理叫什么 他几乎像以那种标枪飞弹 他那个射 我们国家也有那种 反坦克仿砖甲的这个武器 他发射出去之后 他的烟比较小 敌人不容易侦测 他的火 那个火花发射的比较小 打出去之后 你就可以赶快跑 他就会帮你这样子侦测到之后 直接从装甲和战车的 这个天灵盖 最脆弱的这个装甲地方 直接砸下去 所以当你这些战车军备 一直源源不断的这个被消耗 你就算带调动 95%的俄军的军力过去的时候 你也是一直陷入乌克兰的战场 不断的消耗 消耗的时候呢 有变的是俄罗斯 有变的是普丁 他担心后面的变局 包括对他是不是不利 有人要刺杀 有人要推翻他 而不是在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也是自知显地啊 所谓叫自知显地而后生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乌克兰要转化 你就是要拖垮俄罗斯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了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被全球谴责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丧心病狂的一些作为 包括这个炮轰医院 针对这个 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 炮轰人道走廊 他也一样照轰 那现在还破坏天然气的管道 那最新的了解 还包括电视塔 第二大城也是给他这个轰炸掉了 杰明哥怎么样来看 如果说开战已经到来 这个第12天了 原来这个乌克兰 他们的电视都一样 还有电视一样广播 直到昨天跟前天才把轰炸掉 但是我们没看到 俄罗斯也真的是不择手段 到那种人道走廊也照样轰炸不误 对 因为现在已经从所谓的军事政责 已经开始进入到所谓的 就是平民百姓的生命来威胁 那我们知道 其实俄罗斯这场战争达到现在 有几个方向可以关注 我先来谈就是有关 为什么这次人道走廊 他要这么攻击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用所谓的 就是俄罗斯的说法 是用所谓的大外宣说 没有啊 这些人道走廊 是乌克兰的军队 不准老百姓来这个进行 所以我们是要保护这些民众 免于乌克兰不准他 就是我的穿甲弹 或者是这些热熔弹 进入的时候 他那个反应是装甲 自己先爆 就把你那个所谓的 锥形装药的那个火药炸歪掉 那那个才有用 绑木材看起来熊壮威武而已 挡挡聂小倩 挡挡鬼魂可以的 我补充一下 这个绑木材叫做心灵装甲 对 安全感 安全感 好像有 但实际上没什么用 心灵装甲